进一步做下去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背后中共的这个操纵 他的黑手 这个是隐隐约约 归隐重重 那么实际上对台湾来说也是个警示 这个事情啊 我个人认为啊 不单单是一个商业续约的问题 也超出了一个新闻自由的问题 甚至呢 可以说 它还不单单是一个新唐人话语权的问题 这是关系到台湾的一个自由民主地位的问题 就是说台湾 中共一直要通过各种方式统战台湾 是吧 这个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或者是要这个军事上要威胁他 那么你现在如果说同意了 是吧 把这个新唐人压制下去了 那你等于是服从了中共的这种要求 就变成了台湾 不自然而然的 不就是中国的这个大陆一部分了吗 你就失去了自由民主的这么一个权利 这个权利来说 对台湾的存在 是声明有关的 这是第一点很重要 第二点 实际上 这个美国的众议员是吧 还有西欧的这个议会的议长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台湾 之所以受到国际上的支持 美国卖给他武器 是吧 要给他技术等等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象征 是对大陆专制的一个对立 是吧 那么这就会大陆的这个民主自由 这个树立的一个典范 一个很好的榜样 如果台湾不坚持这个东西 放弃了 打压新唐人 是吧 放弃自己的权利 那么为什么美国还要卖武器给台湾呢 为什么还要卖先进的F F16的CD给台湾呢 你已经跟中共 中共在那一起了 你跟他听他的话了 没有必要来保护你了嘛 而且他也不会来打你了嘛 对不对 因为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至关重要 就关系到台湾的生命线的问题 那张先生对此有什么深的体会吗 我跟刚才来两位观众的看法都是一样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等于一个警信 你既然是这个中华电信 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能背后就已经晕让了 有些受黑手影响的这些人 不论是金钱的或者商业的或者其他的 也就是说我讲已经被统战了 他被统战的话 他影响的如果是超过你的这个股份的限制的时候 那将来他就整个左右了你的这个整个媒体传播等等 当然内推其他的新闻媒体也都要警觉 因为我最后认为中华美国国安单位 就这次事情以后就要非常的重视这方面 你一定要去调查 如果有人他去投资大陆什么生意 那么他投资生意的话 他到中华美国台湾来又投资些什么的话 他会不会有其他的附带政治或者阴谋的作用 这个都要查 你不查你不知道 等到事情发生了你就太晚了 就是我觉得观众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一直都是如此 陈先生 对我想说一点就是说 这次我们很欣喜的看到台湾就不分蓝绿 最后都是支持新唐人续约的 这说明在台湾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蓝绿问题 这的确是一个价值问题 一个普世价值问题 所以对台湾价值的坚守 所以我像刚才张先生所讲的 我也同意张先生的看法就是说 对台湾民主有信心 我不相信中共的这种干涉干预或者背后的运作 能颠覆台湾的民主 只要台湾人民坚持 只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民主 能够就是说健康的发展下去平稳的 另外一点 刚才有个观众提到了 说这个中共建党啊 这个黑社会的问题 的确是这样 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管理模式 就大概有两种 一种说是通过公众推选的代表来管理 现在民主社会就是这个模式 包括台湾在内 那么另一种社会来说 它可以有黑社会的管理 黑社会也可以管理 它强制的管理 它也许可能造成一时的稳定 甚至一时的繁荣 但是它是剥夺人民参与的前提下 它要人民这样就那样 那样就那样 所以说到这个建党之初 中共是这个黑社会的说法 它不仅是黑社会 它是一个卢布党 是一个外来货 中共最早的时候 陈独秀 创始人陈独秀提出要独立建党 列宁不同意 列宁说 你们只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所以中共召开第一大的时候 第一次代表大会 陈独秀和李大都不去 这两个最大的元老 只有毛泽东 董碧武这些人去了 13个人 然后呢 这个一大 二大 三大 都是列宁派的共产国际的代表 叫马林主持的会议 中国人连主持会议的权利都没有 因为他说清楚了 你没有什么共产党 没有什么中国共产党 你们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你们完成就是在远东 实现建立另外一个苏维埃 所以共产党后来到江西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 这是一个卖国政权 后来他们领的钱 他们用的钱也是卢布 他们每一次开大会 毛泽东在北京大会图书馆工作 只有三大洋 他去开会就给他180大洋 就因为上海开了一次会 另外在中共在后来的几次大 特别是六大 他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 莫斯科郊外召开的 全部的费用十几万路部 全部是苏联开销 整个就是说去了二十多号人 由苏联全部控制 所以这是一个外来政权 这是一个外来货 所以说他后来为什么承认苏联对外蒙 对后来没有签订的边界的条约 他已经就是把中国变成了苏维埃的一部分 只不过后来中苏翻脸 他才在讲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就是什么三沟里的蚂蚁主义 走了中国特色的蚂蚁主义 才在表示一个区别 说这个政权从开始就是一个黑社会集团 而且是受刚才那位先生没讲出来 就是更大的黑社会大脑的教授 就是列宁和斯大林集团 尤其是斯大林 危害中国这个主义 斯大林主义 加上毛泽东思想 威祸中国资金 我再讲一句 这一次新唐人续约成功 台湾的行政院和立法院是态度非常明确 而且是坚定的 这说明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只要台湾的政界和各界坚定的来抵抗中共的统战 台湾就能站得住 就能够保住自己自由民主的地位 这是非常关键的 而且另外一个 就是这一次的抗击中共的统战政策的成功 是迫先例的 在台湾的各种例子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是第一次 而且中华电信已经说 至少我看到是四次否定了许愿 如果说新唐人稍微退让一步 那就不行了 而且这次动员了很多的力量 很多民众坚决的支持 最后接败了中共的这个统战阴谋 这个打压新唐人阴谋 这个是史无前例的一个现象 还有一点我想讲 就是陈破峰的讲 这个就是红歌的问题 实际上唱红歌并不是像一般人所认为的 好像是一个中共高层的左传 或者说是一个文革的复辟 这都是一般性的问题 实际上中共走到这一步 今天90岁 他已经在走向这个灭亡的过程中 这是他垂死挣扎保命的一种手段 所以说他为什么大上红歌呢 就是自己壮胆 是打强行针 好像是怎么样 实际上就好像过去灭亡朝代的 这个灭亡的时候 日日唱这种平安歌 跳舞 歌舞升平 来麻醉自己 醉死梦生 最后实际上是给自己安乐死 好 那刚才李博士谈到了这个统战的问题 那我知道张先生您曾经说过自己有亲身被中共统战的这种经历和体会 而且在台湾也有一些人 比如说他说他统战行啊 我们就跟他打交道 我们可以反统战 那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给我们观众也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好吗 因为我是中央军校领域同学会创办人 那么当时的时候很多这些军事社团队都还没有 那么尤其是因为中央军校领域同学也就是黄埔 所以呢 中共领事馆的方面 好像对这个蛮重视的 尤其后来邓小平在北京成立了这个 也成立了一个黄埔同学会以后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统战的一个策略和一个机构 所以他们大力的支持 然后的逐渐的话就来影响到海外 但他们对里面的他们的人说明白了 就是完全是利用那些人在里面 有些都很老了 真正办事人都是统战部派人工作人员帮他们做 那在海外呢 他们像过去这个宋锡连黄埔一期的 他派了来了以后 在华盛顿成立了黄埔同学会 他们也有人跟我们接触 可是我当时在担任会长的时候 因为有个期期的 张先生我们现在是广告时间 回来之后我们请您继续讲 那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 好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 那我们请张先生继续来给我们讲他的那段经历 刚才我讲到他们成立了就找人来跟我们接触 这个谈这个亲爱京城一个同校的感情 然后呢希望跟你接触以后呢 比如请你吃饭啊 了解你的状况 但是我当时了解他们的背景 我马上一开始就讲说 我们的政治立场不一样 他讲说我们不要谈这些嘛 我们大家都是同学啊 我们欢迎你们到大陆来玩啊 来旅游啊如何如何 那这些呢都是一种初步的接触 但是我因为关于这个中共这种统战 对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我不能够讲得很长很详细 我简单说一句就是说 他第一个是跟你接触 第二个是了解你的心向 这个人的心向很重要 因为你的心向被他了解以后 他就可以对症下药 他就可以对你的所有的作为 投你所好 然后来影响到你 所有的被统战人 他有两种 一种是他不知道 他慢慢的被他影响了 第二种是他知道他来统战 但是他想他谋取自己的利益 这种人很多 有些是商业啦 个人的关系啦 或者有些人在家里面的资产啊 希望能够发挥啦 等等等等 不管是 不仅仅是我们的同学了哈 我是讲还有很多其他官员 其他人 我就很不客气讲 郁博明就曾经讲过 他的祖产怎么被发还了 如果你不是新党的这个召集人的话 那么中共会重视你吗 为什么别人不发还 就发还给你呢 所以这些等等的都是中共统战的手段 好 那我们有观众朋友在线上等候多时了 我们接几位电话 下一位上海彭先生 彭先生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两位老师好 听得见吗 听得到 您有一分钟请讲 你好 我想有几个问题和两位老师讨论一下 我就想新党的人被阻止也是必然的 比如说当年张会内嘛 不是唱了一首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歌嘛 当时到大陆来开演唱会 就被封杀了三年 他不允许到大陆来 这也是党的像一只老鹰的爪子又黑又长 深入到我们生活和学习工作的各个角落 这也是一种可恶的做法 比如说腾讯华为本来是民营企业 它可以自由去创造更好的产品 但是呢政府党也在后面给它进行管控 比如说是马云九和宋楚瑜那些领导人 他们演讲就是脱稿的 自己就发挥创造了 中国的那些领导啊 照着稿子念和错字百出 真是可恶的人 你要有文化 但是领导的都是一些谬论嘛 让你的大脑被他和谐了吧 我就说中国人悲哀就在这里 我想请两位老师做一个评价 好 谢谢彭先生 我们再接下来为新泽西州高先生的电话 高先生您好 嘉宾好 主持人好 我觉得他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今天没谈到新唐人本身的意义的问题 因为新唐人他的每个观众是最大的力量 他们这种邪不亚政的 他们对于这种就是说想往看新唐人 就是说新唐人宣传的是什么样的理念 我认为民主 道德 民主也好 共产也好 都是外来文化 因为新唐人讲的是中国五千年的这种 以己自制 自是自制的自 就是自理的自 自己管好自己的自欺乃天下太平 这是中国的主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空也 所以说新唐人本身的价值意义核在 他才能够得到各个政治人物 包括台湾政界的重视 我认为这是最大的point 如果一旦新唐人没有 对于整个就是这群观众 没做统计是十万人还是一亿人 中国十三亿人口 他们需要中国的一种 如果单纯成了一个民主社会 就是说成了一个共产社会 其实这两样 这就好 你稍微我们好 我们好